也就是对我们刚才说过的 对我们上次课讲过的内容 我们做一下回顾 如果之前没有跟过直播的同学 可能不太习惯 跟过直播的呢都知道 要么只要过来都会给大家留几个题目 是对上节课讲过的重点内容的一个回顾 咱们上节课主要讲的就是 连续和间断的问题 对 所以什么是连续呢 对连续的定义就是 你让我求几件的时候 跟该点的函数值是一样的 对了 所以这个08年书三的这道真题啊 我们说 它如果告诉我在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内连续 其实是在提示我们什么呢 这个叫分段函数 每一段上是没有间断点的 x绝对值小于等于c的时候 x方加1处处有定义 x绝对值大于c的时候 x绝对值分之二也是处处有定义 所以这个函数呢 如果可能出现间断点的话 只能是在绝对值等于c的这个位置 现在它告诉我 它是处处连续的 那关键就是 在绝对值等于c的地方 它是连续的 对吧 OK啊 好了 所以根据这个连续性 那你其实告诉我的是 x靠近c fx的极限 等于fc是吧 这样写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 对了 这样写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根据这道题 我们知道 x绝对值小于等于c c呢 一定是大于等于0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x有可能靠近正c 还有可能靠近负c 对 所以你根据这个连续 应该得到 x靠近正c 和靠近负c的时候 这个极限 都应该等于 该点出的函数值 对 这才是一点出连续的定义 OK啊 所以这道题的解题思路呢 大家是清楚的 你只需要把这个极限 给人带进去 求一下这个值相等就行了 那好吧 我们写写试试 Limit x靠近c的时候 fx 等于fc 这件事情在说什么 是不是 好 这个 考的就是分段的情况了 所以此时 x靠近c正 fx 跟x 跟x 靠近c 负 fx 极限都存在 且相等 是的 这是一点出 极限存在的 重要条件 那x 靠近c正 是x 大于c的方向 靠近c 那x 大于c的方向 这个时候呢 你取的是 下面这个式子 对吧 所以 x 靠近c正 的时候 fx 它的解析表达式 是谁 你给人家代劲了 那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x分之二 因为此时 x是正的嘛 那么 它得等于 该点出的函数值 该点出的函数值 你去找找 fc设计 绝对值 等于c的时候 都等于 x方加1 所以此时 它应该等于 c方加1 那么 很自然的 这就剩下 这个极限 能不能求了 好 x 靠近c正 的时候 我们说呢 这个时候 你可以把点 直接给人 带进去 求出来的 这个极限 应该是 c分之二 c肯定是 不得零的 是吧 c如果得零 就不能连续了 对 c得零的时候 这个极限是 无穷了 OK啊 所以这个时候 c肯定只能 大于零 c不能得零 好 这样我就得到了 一个关系 叫做c分之二 等于 c方加1 所以c就得1了 我花算得很快啊 那同理 x靠近c负的时候 fx 我之前上课的时候呢 就跟大家说过 x靠近c负 是含在 x绝对值 小于等于c 这一侧的 等候含在哪一侧 相应的连续性 是一定有的 所以这个式子 等于fc 这是显然 它根本得不到 关于c的 等式关系 OK啊 所以我们 能够通过 x 靠近c fx的极限 等于fc 得到的等式关系 是这一个 叫c分质 等于c方加1 然后 我们再根据 x 靠近负c的时候 fx 等于f负c 去写第二个式子 同意 08年的这道题呢 从本质上讲 靠的就是 左右极限 那x 靠近负c正 fx 这是一侧 然后是x 靠近负c负 fx 是另外一侧 事实上 x靠近负c正 是指的 x大于负c 是x大于负c的方向 那x大于负c 绝对值 其实是小于c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等于f负c 这又是一个显然 但等号含在 第一个 含到绝对值 小于等于c的位置 在这里 肯定会有一部分同学 犯晕 你如果容易晕的话 你就自己再写下 OK啊 然后x 如果是靠近负c负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x 可是小于负c的呀 所以就能够推出 其绝对值 是大于c的 那你让我去求极限 那我带的是谁呢 x靠近负c负 x绝对值分之2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你得等于该点处的函数值 等于f负c 行了 我们能够得到等式关系 就从这里来了 f 不管是正c还是负c 这点处的函数值 都应该用x方加1来表示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f负c 应该是c方加1 然后你来处理这里 因为x是靠近负c负的 所以按照连续性 你可以直接将点带进去 负c的绝对值 其实还是c对吧 是一模一样的 无花说的是对的 它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不管是第一个等式连续性 还是第二个等式的连续性 我们能够得到的最终结果 都是c得1 好了 这就是要么带着大家呢 去复习的上节课的第一个考点 什么叫做连续 一点处的连续 看的是极限值 等不等于函数值 那么题目的复杂程度 就要看一下它的段 应该怎么分 这道题在选择题 填空题的角度 已经算较复杂的一个题了 大家以后呢 学的好一点了 你就会发现 它其实x靠近正负c的时候 你都可以直接去算 OK啊 所以08年的数三 这道真题的答案 是c等于1 我们刚才做对了吗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98年 数三的这道题 这是我们上节课 跟大家讲的 很重要的一类题型 也是难学的一种题型 是吧 这个考研数学 不管是18还是19 被考的同学 这类题 它的名称叫什么 对 它叫由极限确定的函数 那么由极限确定的函数 这块带 是 我这一类题型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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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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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声音是正常了 正常了吗 好了 OK啊 如果大家都有问题的话 要么这就有问题 然后我就会重启 希望大家再等待一下 行了 那下面我们就来继续 刚才从没有声音的地方 我继续 我们给大家98年书三的这道真题 是想提示大家 这类函数 一定要先写解析表达式 然后再去讨论间断点 写解析表达式的时候 一定要看一下 这个式子里 真正需要求极限的是谁 真正需要求极限的 应该是含n次方的这个位置 含n的地方 才是需要求极限的地方 而事实上 x平方的n次方 这是大家熟悉的 所以此时呢 x平方跟1的大小关系 就决定了这个段 应该怎么分 我们清楚的知道 x方如果小1时 x方的n次方 极限是0 x方如果等于1 那么1的n次方 那首先是先有函数 后有极限 所以始终是1在求极限 那就得1了 那如果x方呢 是大于1的 这个时候越长越大 最终就会往正无穷大方向跑 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呢 这件事情说明 如果x的2n次方 这个极限需要分段的话 那你这个fx 也一定要正常分段 所以此时呢 这个最小的求极限单位 是怎么分的段 你的fx就怎么分段 那于是fx这个段啊 就已经分出来了 剩下的 你只需要在每一段上 把解析表达式 表示出来就行 那很自然的 如果x方小1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单独需要求极限的位置 其实是0啊 如果红色圆圈的位置 极限是0 那么整体的极限是1加x啊 此时x是乘数 n才是需要求极限的位置 听懂了是吧 OK啊 那如果x平方等于1呢 如果x平方等于1 那这个位置就是分母就是2了 分子的位置是1加x啊 所以此时呢 就会有x等于正1和x等于负1 两个可能性 那如果x等于正1 2分之1加x剩1 如果x是负1 2分之1加上x就是0 x平方如果大于1 这个红色圆圈的位置是正无穷 正无穷加1还是正无穷的 1加x是常数啊 上边是数 下边是无穷 整体就是0 好 如果始终进不来的同学呢 咱们就可以去听一下回放 一样的啊 就不用在这浪费时间了 好吧 对 这个网络可能不太不太好的时候 就是进不来 或者有很多同学可能还在用2G网 3G网去听课 这样的话可能真的是进不来的 谢谢各位啊 然后这个fx 这个解析表达式 如果放在这里之后 再让我讨论有没有间断点 这件事情就比较容易了 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了 你应该去讨论一下 Limit x靠近1的时候 分段函数 你先去看看每段上有没有间断点 像它们都没有间断点 对吧 所以你去找一下分界点就好了 看一下x靠近1的时候 fx极限 跟x靠近-1的时候 fx极限 所以此时 x靠近1 你就得分1正1负 对吧 找清楚 每一段上的解析表达是 x靠近1正 是大于1的方向 那x大于1函数取的是0 对 那0的极限就是0 但是 该点处的函数值是几呢 该点处的函数值是1 所以 这个极限 不等于该点处的函数值 那么说明 1已经是间断点了 也就意味着 我根本不需要 再去求1负的极限 这件事情 已经确定出来了 对了啊 好 好了 所以这件事情说明 x等于1 已经是函数的间断点了 因为左极限 等于右极限 等于函数值的 这个连等关系 已经被破坏掉了 好了 那如果你想问我 它是什么类型的间断点 这个时候 我还得去求一下 左极限 那如果是x靠近1负 这个时候的解析表达 还是是1加x吗 好 那x靠近1负的时候 这是可以直接 带进去的 所以此时 它等不等于 该点处的函数值呢 它也不等于是吧 所以 如果你把极限 全都求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对间断点 进行分类讨论了 左极限 不等于右极限 所以 这属于 跳跃间断点 非常好 五花馒头 非常棒 然后我们再去看看 第二个间断点吧 有没有第二个间断点 不是说看第二个间断点 看看可能的第二个间断点 它是不是 我也不清楚 我得去求一下极限 所以这个时候 x靠近负一正 大于负一 那平方就得小一 这个时候的解析表达式 是1加x 那x等于负一带进去呢 这个极限是零 那零 是什么呢 那就是该点处的函数值 对 所以 看一下右极限 没毛病 这应该是右连续的 你再去看看左极限吧 x 靠近负一负的时候 那x方是大于一的 这个时候的解析表达式 就是零 再求极限 零的极限 当然是零本身 也等于 改点处的函数值 这件事情说明 左 右极限 相等 都等于该点处的函数值 所以负一 其实是连续点 那也就意味着 98年的这道真题 这个题应该填什么呢 填fx有间断点 谁是间断点呢 x等于1的时候 欢迎孩子啊 欢迎 OK 好了 这就是亚妈上节课呢 讲课的一个重点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四个定理 在第二章 一元微分学的时候 要么还要提及 而间断点的问题 我们以后就不再说了 所以希望大家呢 对上节课的重点内容 一点出的连续性 和这个间断点的问题 了如指掌啊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给大家讲讲 讲义上没有讲完的题目 讲义上没有讲完的题 咱们只听知识点 不连续的去讲题 这就叫没有习题课 所以就没有经历强化的过程 所以大家不用着急啊 我们在基础强化阶段 给大家多讲点 你们以后呢 才会觉得听懂了课 并且会做了题 别着急啊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你的讲义上第17页 这个例题 第二个例题 也是讲义上最后一个例题 是吧 他说设这个函数 fx在a到b区间上连续 fa大于a fb小于b 证明 b存在一个c 属于开区间ab 使得fc等于c ok啊 听我说 证明题 大家千万别放弃 有很多同学 看到证明两个字 就自动把这道题掠过去了 行思着考试的时候呢 我有时间再过来看看 其实这个思路不对 大家在打基础的阶段 一定要记住了 证明题 一定要先选择定理 你先把这道题 可能用到的定理 先给它选出来 然后自己去找 定理成立的条件 自己去把这个定理 成立的所有条件 都给它找出来 然后逆着去写这个过程 好了 下面呢 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 来跟大家讲讲 这个思考 也就是所谓的分析的过程 和你真正在试卷上 写这道题的时候 对应该是怎么处理的 好 先听我说这样一句话 你让我证明的这个结论 是一个等式问题 第一句关键词 叫做结论为等式 这个结论是等式 并且还有一个特别核心的东西 它叫不含等数 好了 第一句话叫做 先看结论 这个结论让你证明的是一个等式关系 并且这个等式关系中呢 没有导数 OK啊 所以首选零点 首选零点 然后第二句话 当我脑海里冒出零点定理的时候 我再看哪里就知道一定是零点定理了呢 再看这里 如果题目中还会涉及到 不等式的信息 一定是零点 OK啊 记清楚了 这是一个解题套路的问题 咱们所有跟考研数学相关的证明题 要么呢 都会把它讲成套路题 所以以后呢 拿过证明题 你首先不要触它 然后用亚马奖的这些套路 你去解决你手里 其他同学认为很难的题吧 你去试试 你会觉得证明题真的已经不难了 好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听懂啊 先看结论 看结论 有没有导数 没有导数 又是等式关系 题案中呢 还有不等式 那就是零点定理了 OK啊 是零点定理 这叫选择好了定理 然后你就得找定理成立的条件 这个零点定理成立的条件是什么呢 你得找一个函数 fx 这个fx得满足两个要求 一 在相应的区间上连续 二 端点以后 在相应的区间上连续 端点之以后 那么你的结论是 右端得零 左端是这个函数 存在零点 所以此时 你就应该知道啊 分析的过程就是 大fx是谁 等候右端 先变成零 左端 该移的全都移过去 把cx换成x 那么 谁 在我的左端 谁 就是我的研究对象 OK啊 挺清楚了啊 等候右端 等候右端 先变零 然后全都放左端去 放到左端去之后 左端的函数是谁 谁就是我的研究对象 好了 所以如果你做证明题 先写上证明两个字之后 零点定理的 出体套路就是 解体套路就是 先把函数拎出来 这个函数怎么令呢 那就是我刚才 移向 移到左端的形式 你就令大fx 是小fx 减x就好 然后 你要找定理成立的条件啊 这个定理 一定要满足连续性 要满足 端点值 一号性 所以呢 大家来试一下 这个连续性 有没有问题 小f有连续性 所以fx-x就一定是连续的 所以fx-x就一定连续 ok 那么你在ab区间上连续 这件事情是没有问题了 接下来呢 大家再看一下 端点值 是不是一号的 c 存在的区间 先把它定义成定义区间 如果不行 我再缩小 所以此时呢 我们说 c 是属于ab这个区间的 那么端点a和端点b 能不能让大f1号 这件事就很重要了 来我们写写试试啊 把这个x等于a和x等于b 你给人带进去 x等于a的时候 但fa是小fa-a x等于b的时候 但fb是小fb-b 那你去看一下 在原题的假设中 有没有人告诉我 fa跟a fb跟b 它们的大小关系 有是吧 所以已知的是不等式 这个不等式呢 就派上用场了 根据小fa大于a 那么大fa就是大于0的 根据小fb小于b 那大fb呢 就是小0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其实就已经得到了 大fx是满足0点定理的假设的 那么用fx会在给定的区间 ab上连续 所以 有0点定理之 那么存在一个c 属于开区间ab 使得f在c的位置得0 对吧 那么大fx等于0 就是谁呢 大fc 大fx如果长这样 大fc 不就是小fc 减c吗 对啊 所以以前的时候呢 我经常会讲 说存在一个c 属于ab 使得大fc得0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会写一个g g小fc 等于c成立 对吧 有很多同学 不明白g是怎么回事 那其实就是你把大fx 你给它用定义式拆一下 大fx就是小fx减x 所以这个式的得0 那不就是fx等于c的意思吗 OK啊 好了 这是咱们讲义上第17页 给出来的这个例题 0点定理这一块 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解题思路 正名题 对不起大家啊 这个 羊妈这个 这个感冒一直到现在 都不是特别好 然后又 一直在上课 这所以这个嗓子 还是不太行 今天还是特意 把上午冲刺班的课 让梁哥 替羊妈上了 才能坚持到 一天不说话 才能坚持到晚上 嗓子能开点生意 所以 影响大家各位听课了啊 特别抱歉 然后尽量不给19的学生调课 对 这是 这是对大家的关爱是吧 然后我们就 认真听 排除羊妈这个噪音就好了啊 谢谢大家 来我们去看一下这个讲义上的典型例题 这些典型例题能够掌握的话 就相当于第一章的强化班 你已经毕业了 OK啊 所以这些题目其实都比较综合 如果你自己在做的过程中 不会 那也不要被打击到 但是希望我讲完之后 你能会了就行 好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概念题啊 概念 计算和证明 嗯 谢谢各位孩子啊 谢谢 例1.1下列命题正确的是ABCD四个选项中的哪一个 这道题啊 其实你如果认真听课的话 选出正确答案并不困难 因为我们知道四D选项其实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跟大家讲的一个重要结论 数列收敛的充要条件本身就是任意子列都收敛于A是吧 所以四D选项是正确的 而且数学呢 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所以我们在准备考试的阶段 应该知道那些错误的选项错在哪里了 先看A选项 A选项说 如果加了绝对值之后 这个数列的极限存在 那么原来的这个数列通向 它也是收敛的 这个不对是吧 这个不对呢 我们记清楚两件事情就行 怎样就叫A选项学到位了 A选项你得知道 反例怎么举 你得知道 UN的极限存在 跟UN绝对值极限存在之间的关系 我们先去说明A选项不对 我们可以举UN 是负1的N次方 这样的一个例子是吧 那UN呢 如果是负1的N次方 大家很容易发现 N为基数的时候 全都是负1 N为偶数的时候 全都是1对不对 所以它的两个子列 极限值并不相同 所有的U2N-1都等于负1 所有的U2N全都得1 所以你的子列 极限值不一样 说明N靠近无穷大时 UN这个极限 压根就不存在 对了 但是呢 你去看看它的绝对值吧 但是UN的绝对值 那是横等于1的 所以N靠近无穷大时 UN的绝对值 这个极限是存在的 那于是 据负1的N次方这个例子 就可以将A选项排掉 那你还得知道什么 才叫A选项过关呢 你得知道它们俩的关系 它们俩的关系就是 甭管是数列 还是函数 这句话都对 那如果是数列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写 N靠近无穷大时 UN如果极限是A 则 则N靠近无穷大时 UN绝对值的极限 一定是A的绝对值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 你让我去求的这个极限 可以交换绝对值符号 和求极限的位置 这个过程叫做 极限的复合运算法则 是吧 OK啊 所以在N靠近无穷大时 UN这个极限如果是A 那你说 我不就把这个极限 求出来了吗 好 同理对函数的情况 也是如此 所以如果 X靠近哪里 无所谓 靠近无穷大 或者是靠近X0 F-X的极限存在 一定能够推出 在X具有相同的 极限趋近过程中 这个绝对值啊 也一定是有极限的 好了 A选项 理解到我现在说的 这个程度 就叫过关了啊 知道怎么错的 并且呢 知道正确的话 怎么说 就叫复习到位了 绝对值 会不会影响极限存在 就是要么 现在给出来的两句话啊 然后呢 我跟大家讲一讲 2B这个选项 2B选项说 设XN是任意数列 YN的极限是0 则这个极限呢 一定得0 那么从今天开始 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预判 预判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拿红色圆圈圈起来的狮子 它其实说明了两件事情 你下次再见到有人告诉你 说Limiter谁等于几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 它其实说了两层含义 哪两层含义呢 第一层含义就是 N靠近无穷大师 XNYN这个极限存在 所以这个极限只有存在 才能等于谁 第二层含义才是 这个极限等于0 所以你如果想去举反例的话 你应该这样想 如果XN是任意数列的话 XN乘上YN 这个极限一定有吗 对了 这就是你举反例的出发点 你随便去举一个数列 能够保证XN乘以YN 一定有极限吗 好了 那我们随便举吧 先从YN开始 如果YN的极限是0 那我就举YN是N分之一 这个XN任意啊 那XN 比如说我举N方 好 所以从我的出发点的角度 那XN乘以YN 不一定有极限 对吧 所以此时 XN乘上YN 这是N呢 对 这是N的话 N靠近无穷大 XNYN 那是无穷 无穷就叫极限不存在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XN是任意数列 你根本没办法保证 成绩的极限一定有 所以按B选项 以后连看都不 谢谢观看 嗯 我 אות一按B选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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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我们上课讲过的事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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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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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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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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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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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